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十年前刚入行 我参加综艺节目 我参加一次 然后隔了很多年 我还有机会再上综艺节目 嘉明表哥 他是谁 他就是我要约的表妹 婉君 婉君表妹 然后你做了什么东西 我不懂 我记得了 因为我们要行的鸡饭 所以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他们会问你 所以 慧玲 鸡饭 你们请问一下 然后他们就 什么 然后你是这样 腼腆热 还有什么呢 香 好吃 而且当时的语言能力真的不强 六十天 婉君说老板只坚持用 不超过六十天大的鸡 婉君说这是以免的鸡肉 婉君说鸡尾肉 这个是你讲的 还是婉君讲的 当然是婉君讲的 然后本来好像有机会在接下来的几集出现 但是就没有收到通稿 然后金女人也说没有什么节目拍 然后差不多四年才慢慢有戏拍 好 现在十年后的你 妈 我不要买了 好 来 我们尝试一下 好吃 来 你吃一下 尝试一下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 刚才对你聊得很开心 然后 然后他想去睡觉呢 很想到我自己的房间来看一些视频 然后 然后慢慢地 睡觉 好了 你也可以上《Me Watch》 免费学习选开更多 街坊请观照视频 来吧 看来吧 感谢观看